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轉一下我們的直劍 江湖了好不好 那上一次基本上我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競技的這個PVPR 也就是我們這邊的江湖論劍喔 那今天我們來打一下我們的三打三 在我們這個江湖論劍旁邊的這個民劍大會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三打三的環節 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很想跟別人一起組隊 然後去跟別人打的 我覺得還算是頂有趣的喔 那這邊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俠客這邊啦 其實每一個俠客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這遊戲其實有介紹的一些功能喔 那比如說 以我們的禮夫來說的話喔 他這邊的技能啊 都會告訴你就是接什麼之後 會觸發下面這邊的這個絕招 喔 那比如說五影七絕的話呢 他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成功閃避 就是我們那個大招 呃 四個招式在上面 右上角那邊有一個閃避的招式嘛 那個只要閃避之後的話 就會觸發這個五影七絕 那這個千順流雲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是那個 你要觸發這個 龍 呃 雲龍三折累積命中12次喔 所以上面的話這個 雲龍三折的話 你就是要一直開一直開一直開 然後命中別人12次之後的話 就會有這個 剛剛那著新的招式 千順流雲這個大招 然後另外一個是排雲破浪 這個比較好接喔 這個就是用我們這個 單次破月進風期間 在空中命中兩次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用我們就是那個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吧 還是是龍 龍雲三折還是這個 應該是那個就是擊飛的 這個是什麼 夜落零空 這個打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在接我們這邊的這個 破風進風 他在天上他會接嘛 接完之後的話 你基本上下來就會有這個 排雲破浪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 更研究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禮布 那之後有一些新角色的那個接技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七這邊的話 每一個角色基本上 技能這邊都會不太一樣啦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們的絕招 然後盡可能就是用這個 絕招方法去接招這樣子喔 那我覺得這遊戲的話 這個PVT就超級無敵好玩 這樣感覺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競技走起 來個民建大會 來來來來來 那目前呢 民建大會的話 這跟其他玩家 就是三個人組隊去打一下 就是我們的其他玩家三個人 那他的玩法的話 跟我們就是那個 江湖論劍PVP比較不一樣 因為江湖論劍PVP的話 就是你三隻角色 然後隨時可以切換 然後內力沒了 就其實切換別隻 然後去跟別人對打這樣子 然後 民建大會的話 基本上就是比較算是一個 比較偏向一個 大亂鬥的那種概念喔 但是就是自己有兩個隊友 跟打就是對面三個人 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還是挺好玩的 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 這個遊戲的這個 3V3究竟呈現感覺會是怎麽樣子 來 走起 這個真的還蠻有趣的喔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哈 那我這邊當然會使用我的禮服啦 就是用禮服一樣 我們先用一些能夠就是 打一些戰力耶 然後就是自己的那個 比較習慣的角色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隊友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J1夢還有我們這個 樓心月喔 一個是我們這個 戰裝輸出 這個老頭我都還沒有拿到 這幾隻角色我都還沒拿到 到時候的話 我們等那個 招募券累積到一定的 因為他是80抽 好像一定會保底一個S角色 我們到時候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3V3了 3V3的話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兩邊都會有三個人 然後你們可以就是 選擇要先去擊殺誰都可以 哇哇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碰到了 好 我們現在先打這隻 挑飛 然後有沒有 碰到了碰到了 所以我們有這招 哇排雲破浪就直接弄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基本上 都是要去看一下 就是每一隻角色的接技啊 這樣基本上接完之後 等一下打起來會比較舒服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先去把一隻打死 有有有一個已經死了 來 接 接接接 哎呦哦哦哦哦 他這邊的基本上 每一個角色的那個武俠招就滿帥的 有一個你看這個是盜劍式耶 超帥的 盜劍式盜劍式 那超帥的 如果你是很喜歡武俠 武俠類型遊戲的話 這個盜劍式真的滿帥的哦 不過他被我們打死了 沒問題 好 那這個目前來說 就是我們這個3v3的這個環節 基本上我覺得挺有趣的 而且目前來說的話 就是你也可以 應該是可以去邀請一些朋友吧 我們看一下可不可以 全場最佳 哎 不是我們 是我們這個樓心月姐姐 然後接著每一個就是打贏我們這個啦 就是打我們就是旁邊的那個單V 單挑的那個 那叫什麼 單挑的旁邊的這個江湖論劍啊 或是打我們的名劍大會 你都會累積到我們這邊的這個 競技幣 那競技幣的話裡面都會有這東西可以兌換啦 就比如說 150的話你可以買10張 是1500的話你可以買10張這個尋訪券 那10張尋訪券大部分就等於是一抽啦好不好 然後100張的話就是10抽這樣子 我覺得挺好玩的 我們再打一下哦 他這個 玩玩這個我覺得偵探遊戲的話 基本上就是跟我們就是那個PVP啊 跟一些就是 格鬥的那種東西 有融合啦 所以我覺得是一款 還蠻不錯的武俠風類型遊戲 而且就是像剛剛那個每一個角色 都有他們自己專屬的一些接招的方法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俠客那個地方哦 等我們到時候就是抽更多隻角色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再跟他分享 那 現在來說 我們的最新角色是我們那個 阿那阿拉朵嗎 還是阿朵啦 我看一下啊 我們最新的角色就是那個 在哪裡 這邊 尋訪 這個阿佑朵 阿佑朵 那阿佑朵這次還蠻酷炫的 他就會召喚那個蠍子啊 然後那個蠍子的話就會直接瘋狂咬人 我之前在打PVP的時候 我就有被那個 阿佑朵直接咬爛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感覺那隻抽出來的話應該也是 蠻厲害的哦 然後 目前感覺起來就是如果你是在打電腦的話 就是對面的話基本上被你打個幾下 應該就很容易就死亡了 所以我們剛剛那場的話 應該也有可能是在打電腦 然後 這遊戲其實除了就是我們PVP以外的話 他的那個就是PVE 也就是打副本方面的 也是超級無敵好玩的上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他這邊的話 祕境裡面有一個那個 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栗戰江湖啊 這個超級無敵難的耶 世界PT啪男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找幾個隊友 然後有人一定要開補師 然後去幫忙補血 不然基本上一進去就被那個 BOSS給他就是 直接一直打一打打到秒掉這樣 這個那個模式真的超好玩的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是打到一個關卡 發現就是那個 那個BOSS我們只要打完他一點點血之後 他就會開始鳳凰補血 然後 我們沒有辦法打贏 所以我們後來就放棄了這樣子 所以 這遊戲的副本感覺也是 蠻需要一點點就是那個 經驗或者是要打過才會知道 所以那個也是蠻難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能不能順利打贏囉 會不會都是遇到電腦啊 那遇到電腦也不錯耶 我們就可以升級拿東西 來這邊三隻 我們先 先跳一下 走到後面 挑飛 反正我們禮布的招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把別人挑飛啦好不好 要把別人挑飛 我們來圍毆好了好不好 江湖規矩 絕對不是單挑 是圍毆 這樣我們才可以比較容易打贏 來來來 然後往下挑 可以 挑飛 這個是假機器的啦 所以這邊有角色會那個 會 會分身機器人的樣子 還是那隻就是了 可以耶 目前有個感覺隊友OK 先閃一下 閃避成功就會有這個 無影七絕開別 喔喔喔喔 那隻諸葛黏乳好像有點強耶 他直接超大範圍在那邊一直捲耶 不過這個應該也是電腦啦 我們這邊比較輕鬆能夠解決應該幾乎都是電腦 那他3v3的話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他好像也是沒有辦法邀請隊友就是跟別人就是 一起兩個人打就是那個 所以這個都是隨機派給你的喔 目前來說感覺就是因為有可能大佬們都在上面的位階啦 所以我們盡可能可能試一下 這邊會再把他打上去然後再看一下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就是越打越高的話應該會很嗨喔 這個 基本上應該很OK 然後他裡面的話基本上都有一些就是那個星秀的那個任務 我們目前來說就是在解那個星秀任務啦 像星秀任務這邊有一個就是要打我們這邊的這個 明劍大戰勝利有沒有 這邊你只要解完之後的話你就可以就是 爬到這很高的上面 那你知道累積40 你就可以拿到一張這個隨機俠客包好不好 那是 李旺生李承恩跟葉子青還有東方雨萱跟玄政 會得到其中的一張 那這個應該是 蠻嗨的這樣子喔 所以 這邊這個星秀的這個目標啊 盡量大家都可以來完成 能完成就可以來完成 這樣基本上會比較能夠那個 比較能夠就是那個 拿到更多一些好的東西喔 好我們再來打一場我們這個 那目前來說這款遊戲我是真的覺得頂有趣的 而且他的那個每一隻角色啊 都有專屬一些就是接技跟玩法 我覺得真的是 顂不錯的喔 然後目前來說就是 他PVE可以玩 然後PVP也可以玩 然後如果你想要拿更多的那個那個選場令的話呢 基本上你也可以去解一下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 故事劇情的方面的東西 就劇情這邊可以慢慢解 像我們這邊現在是在玩這個 萬花地址篇 然後接下來還有純陽地址篇 跟天賊地址篇 跟七丘地址篇 還有這個 少林地址篇 裡面的話就非常非常多這個 就是 尋賞券可以拿啦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你會抽不到東西 然後 整體來說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蠻華麗的一款遊戲 真的是顛覆我一開始對他的想法 我真的一開始以為他就是一款放置遊戲 結果沒想到哇居然 這麼的好玩 尤其是他這個PVP啊 我是真的會想要去練的這樣感覺 然後 除了這個3v3以外 他還有一個5v5 我們下次有機會也可以再給大家看一下 5v5應該也是蠻帥的 5v5的話他就會比較像是那個什麼 比較像是那個DOTA類型遊戲啊 就是要去 拆別人的塔啊 然後買裝備啊 然後打一些 東西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其他遊戲這種方式的話 通常都是我們 就是有一個自動 自動戰鬥的東西啊 但是 這個我覺得挺好玩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是沒辦法自動戰鬥的哦 都知道必須那個 哎呦 這隻感覺對面好像 有點有點有點那個哦 有點傷害哦各位 完蛋 先把一隻打死 這個應該也還是電腦 我覺得 啊不是 但是我已經開始會被挑飛 其實就算他們是電腦好像也蠻強的耶 哦 你想跑啊 拜拜 還想跑啊 哎 有一個人想跑 打死啊 沒問題 KO nice 沒關係我私底下再把他打高一點 我覺得目前來說因為我們位階比較低啦 所以可能會比較容易碰到 也不知道是不是電腦還是戰力比較低的玩家 我覺得這個應該還算行 那 這個目前來說是我們3v3的這種展演方法 他就是一個 橫向的 然後你會有兩個隊友跟你一起打仗 然後 1v1的話就是你是進去 然後你可以充製三隻角色 那5v5的話你就是 也是控制一隻角色 然後去跟別人就是 做一個塔防的這種戰鬥的方法哦 那你們最喜歡奶愛模式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哦 那 試一下的話 哲平看一下能不能把那個 排位打高一點 我們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後面一些有趣的東西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呢 3v3的環節啦 好不好 那我們進去玩到這邊啦 無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 vi便便 by bwd6